这就是藏在武汉巷子里的老味道 这里边可以吃这么一样 这一般还找不老 这里边有一家吃蒸饺 这太有烟火气了 老板这饺多钱一笼啊 15块啊15块一笼啊 这个 现在有没有啊 要等一哈哈 等下是吧 等一哈哈 看看 这个很有年代感的一个店啊 这三十多楼的链子一样 没有招牌的啊 没有招牌的啊 没有招牌是吧 只有这个招牌的 啊这就是招牌是吧 火烂糖蒸饺 哈哈哈 真简单啊 师傅咱们这个蒸饺都是现包现蒸的哈 我这个鲜肉绝对过关啊 这都是鲜肉的哈 绝对过关啊 咱们做了这是蒸饺做了多少年了 做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了 真是个老店啊 但是一直都是走不瘾 三十年都走不瘾 材料正宗的 做几十年吧 看这个肉很新鲜啊 哎不量多了啊啊 慢走啊 不好意思啊 15元 这个蒸饺和那个汤猫不一样啊 不一样 你家就是寻鲜肉 鲜肉是吧 汤猫才管 是皮筒 哦 咱这里没有皮筒哈 没什么的 没有 我的选择显露的 你这属于就是家传的手艺还是什么 这是我们原来我们的 刘文台原来在 汉城海那个 桥口食品厂等面 刘文台我的后呢 哦 刘文台我的爸爸跟他们走 公司活营 公司活营在腾一切换 腾一切换的 我们的精子 精子我们的阿姨在这里走 就是说一种四家四家是吧哎四代就是说一四家哦 武藏比个没三代没这我们四代四代四代的是吧对 哇武汉的味道 这是原来看的武汉武汉市的五丁高的这里五丁四平五丁 这是那个时候下岗回来这一直走在做的现在 馅给的这么多呀也挺多 这是原来一辆坏面一辆楼就是四个坏面 四个的姐姐叫 九千八 四个楼心子也是九千八啊 哦就是一个皮子和馅是一样一样重的 一样的一样的 皮子馅是一样重 这是原来看的老五丁高的这里 一不仅大也不仅小 大点也拿不到钱小点也拿不到工资 哦这一必须要做标准 那咱们的标准呢 比喻的九千八 但只要九千八他不在一两八这里啊 一两八这样傻的做这个 头要伸在这里 我自己不能从武汉带外面来走 这是原来规矩 这我们就是一来下来走下来就这样 他从来没得多你没得少你 所以你的老味道所以生意好 生意好 就走出来 我每天吃没办法 这一次可以蒸几笼吗 这个 这几多鬼 你走不出来的 关键包不出来啊 包不出来 做不赢了 做不赢了 老五还没到的精巧 要多量 要多量 我们早上这10个人都没吃 早上还 齐都不能齐 哦 都不能齐 早上饭都没齐上呢是吧 早上来齐 中国的饭没吃上 太忙了太忙了 好呀这搞不得就齐几个饺子 我们的就齐几个饺子 包几个饺子吃吧 老是我才就叫老喂 但是一下 穿过这个 我这个材料 哈都不能麻糊 哦 就要吃原材料 收一头基本上差不多 但是 这个馅是你自己获的吧 啊 呀开始获馅了 这不能排吧 把地方配出 透露水了 没事 这个大概有估计有20斤馅吧 有吧 嗯 看游泥鱼啊 小人都自己楼 哦 这个平时花100万买不到天房 你看 我们就是靠真材食料 好好好 好麻烦麻烦 老五汉味道的蒸饺 就这样就行 哦这样行了 谢谢 哦 那一样一样的 你得他少来弄的 哦 一样一样的 少来弄的 这是 获了几十年的老手艺了 哎 姐这个是个辛苦钱 一般人他一般人干不了这个锅 是不是 一般人就是 年轻人都吃到这个锅包 又辛苦又不赚钱 嗯 这肉馅油给的真多 太凉心了 这是老板 一咬芒果肉 他一样的 我应该已经好 是吗